好了 我们修整一下就出发了 我们现在就是在海法的街上 这边全部都是犹太人了 没有什么阿拉伯人 也没有阿拉伯店 所以这边又出现了很多警察和军队 海边休闲的一个城市 比较舒服的 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这是以色列第三大城市 看人们都很休闲 一会去海滩看一看 因为这边刚才过的时候看到下面有很多大的港口 现在我们去前往这个 海法非常有名的这个火车博物馆 我们去看一下 好了 我们现在就到达这个 以色列火车博物馆 我们从这进去了 我们已经到达博物馆了 但是过不去 看一下他说没有人行道 而且好像是一条很快的公共路出口 不知道是什么公共路的出口 很多车从这出 而且速度非常快 地上居然没有人行道 然后不知道怎么过去 我们只能是冲过去了 是安检的一个门 居然进这个博物馆之前 要签在这个地方登记 然后才能进入 居然还要登记 然后我们现在就进来了 他说向右转 往前走就是火车博物馆了 进来之后我们要翻面一座人工天桥 才能到这个火车博物馆 好可怕 好像要是是室外的 我们可完蛋了 因为太热了天 受不了 最好不要是室外的 好了就是这里了 他下午4点钟就关门了 早上8点钟开门 所以我还有两个多小时的参观时间 抓紧时间 我们到了啊 以色列列车博物馆 我们到了 今天不要票 所以有些人在这里 小朋友都带着孩子来参观 因为在这个博物馆里可以看到 各个时期的火车 还有各个时期的车厢 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和参观的 二今天主要的免票 我们太好了 这样可以直接进入参观了 还有各个时期的火车 还有 战争时期的武装火车也有 英国侦探小说里边 波罗那时候做的那个东方快车 有很多 我们一个一个慢慢看 好了我们先进入第一间 就是英国人制造的这个VIP的车厢 是当年 本古的里安坐的豪华列车 我们进去看一看 还有小的列车员 有很多 以色列的小朋友 豪华列车 英国人制造的 每一间屋都有不同的功能 就是一个家 VITER 这个就是 这个不是房车 是防火车 哈哈哈 防火车 你继续往前走 这是什么房间 这个 洗手间啊 哇 这么豪华的厕所 还能淋浴啊 在火车啊 下面是前轨 这个是什么 马桶的下面就是轨道 再往前走 哦餐厅 这个就是厨房了 哦 列车帽子在这儿啊 小列车队员 妈妈列车队员 这干嘛 这是做饭用的桌子 这是冰箱 那是炉子 哦 这个车厢的外面就看出来 这是当年运送伤员的火车 里面是 这相对单价床了 他这边的所有东西都是小朋友随便玩的 这是当年运伤员的相对是单价的旅嘎 晃一晃 晃动厉害吗 晃动厉害吗 这边这里都稍不去 因为太高不然有一个模样的方式 这边这样子的 撞头了 啊 拍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 滤盖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当时肯定不是爬上去的 因为他每个地方我看都有绳子拴着 应该是绑的都是单价 然后是一个插上一个 一个插上一个 可能先放最上面的商人 再往下一个一个放 滤盖是错误的操作 他非要当卧铺躺 他一直以为这就是卧铺 老式机车 烧煤的 1902年 他这所有都是可以上去亲自试的 哇 这么小朋友就开始上去试了 都可以试各种人 都可以让小朋友去尝试 这样可以能认识很多知识 这个方向 放下 我说没有放这方向 我说没有放下 这是站起来 站起来 这是加速的 这是加速的 这是加速器 往这一边就加速 这是拉的 拉的就是拉的 这是加速的 这个方向 鞭签 这枉签 真的很好 火车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可以动的 这点挺震惊的 不是一个锈铁哥的 很多的地方都是锈铁 是能给你动的 全部都能动 每一个零件都可以动 而且真的 全部能动 没有一个零件是不能动的 连这个烧煤的动 全部没有一个零件 我试试连这个水龙头都是这个 阀门都是能转动的 所以他这个如果是 上课什么对孩子是非常好的 很实际 我们正玩着的时候 就被这个人 拽住了 说是 要买票 因为可能是他刚才去洗手间 还是干什么 很长时间不在 大家都在玩 他开始一个一个 找里面的人买票 挺搞笑的 然后票价是75 三个人 然后 我们继续参观 现在买了票了 买了票之后 就给了一张地图 一张这个说明书 英文的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他 他继续找人买票 这是一间 这个 球车 好像是球车 这就是 上一批淘汰下来的这个 以色列的列车 这个车是1958年德国人 德国做的这个 火车 以色列人买的 德国做的 也可以进来 已经全部是按钮的了 还是很老实的 德国人做的还是比较精密的 到现在看 还是严丝合缝的 已经是70年的车了 已经是70年的车了 他这个每个按钮 还这么紧 非常非常紧实 德国人做的东西是好质量 看看这个塑料按钮 哇 还是这么紧实 德国人做的东西 确实还是扎实 全都能动 这个是1939年的火车厢 这个太可怕了 开门 简直是 太太恐怖了 欢迎欢迎 简陋到简直是 怎么像是那种学生的书桌 掀开的 就两张桌子 打开 打开 然后一个这个 挂车厢的一个工具 然后还有几个凳子 这就是 1939年时候的火车 这么简楼 好 是个洞 楼梯是个洞 老师 这是1956年的 以色列的火车头 1956年的老火车 里面的部件都是 还是像当年一样是可以动的 还都能动 按钮都还灵活 都是可以动的 1956年的火车 这里面有空调 所以小小在里面就不出来了 发现了一个半导车 怎么用 那怎么停车呢 拉住啊 哈哈哈哈 一个半导车 是没车 装没用车 这个就是他这镇馆之宝了 1902年的这个老古董火车 他这把这个发动机都整个纵切开了 看到里边的内部结构 全部都打开了 所有的内部结构都能看见 这辆装甲列车是一站时候使用的装甲列车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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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打仗 打 打 要发出枪响 你在干嘛呢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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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人 完了 就你们这样子的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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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错了 敞篷货 哈哈 敞篷货 这个和解一这个饮料什么的在上 多舒服一下 这个就是拉货用的 吊车的货车 也可以上去 这也是火车头 太简易的火车头了 这就是A管 它一共有AB两管 分别在这个铁道的两侧 然后我们现在就去这个B管 从天前正好可以看到 翻塔这个大楼 好 我们过来的时候 还有半个小时 结果它给关门了 然后B我们就看不了 但是B里边主要是 几个小模型 还有那个邮票 我看看简介 倒是没什么关系 那我们就看不了B了 回家了 我们离开这个火车博物馆了以色列 太不敬业了 说好的是8点到下午4点钟关门 结果3点半就关门了 我将来说 反正是5点半就关门了 我会选择 我会选择